男人骗女孩帮忙打造狗龙 女孩刚钻进去 男人就悄悄关闭了龙门 然后又上了一把锁 女孩突然意识到 男人刚刚说要养一只罕见宠物 莫非就是自己 老男人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逼迫女孩做自己的奴隶 不知被饿了多少天 储藏室的门终于被打开 黑老大端来一杯水倒在地上 女孩哪还布什么形象 恨不得跪在地上天 在黑老大恶意的捉弄下 女孩逐渐忘记了自己 坚持的是什么 也忘记了黑老大 要她答应的是什么 她只是感觉喉咙 干裂得像火一样在烧 胃也因为强烈的饥饿感 而不断地净鸾 抽筒 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折磨下 女孩的意识甚至产生了错乱 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一只 被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 而黑老大就是饲养她的主人 又过了三天 黑老大端来一碗香喷喷的饭菜 极度饥饿下 女孩已经丧失理智 彻底屈从了这个男人 接下来 女孩发现了一个惊天真相 那就是自己的父母 正是黑老大派人杀害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女孩无意看到 黑老大手下金牌杀手穿的衣服上 正好少一颗扭扣 而父母去世的现场 也有一颗一模一样的扣子 经过旁敲侧击 女孩得知 这件衣服是私人定制 全世界就这么一件 自从得知真相的这一刻起 这个曾经的乖乖女发誓 无论以后是出卖灵魂 出卖自尊 甚至是失去良心 失去人性 也要为父母报仇 从这天开始 女孩使出浑身解数 讨黑老大开心 只要对方下的命令 哪怕是让他当众丢掉自尊 女孩也乖乖顺从 对方呢 也逐渐对女孩开始信任 开始教女孩处理各种帮派生意 几个月时间 女孩就能独当一面 但她明白 想要复仇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 女孩把下一个目标 对准了黑老大身边的贴身保镖 保镖天生是个哑巴 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一条 随意使唤的狗 只有女孩自学哑语 愿意和她交流 谈心 这让保镖大为感动 实际一道 趁着和哑巴保镖 单独出差的机会 女孩把对方变成了自己人 然后故意让黑老大发现真相 趁着两人大打出手 女孩一棍 把黑老大打晕 用同样的方式 把对方关进狗笼 就这样 没吃没喝下 黑老大整整被饿了七天 其实啊 想吃饭也不是不可以 一顿饭五百万 反正自己有好几亿存款 黑老大毫不犹豫 在支票上签了字 换了饱餐一顿 在这种用金钱换食物的模式下 没几个月 黑老大的存款和不动产 全都转移到了女孩名下 没有了利用价值 女孩命令哑巴保镖 制造了一场意外的煤气中毒 而那个杀害她父母的杀手 也以同样的方式意外去世 仅一年时间 当初柔弱的女孩 就成功复仇 所以说啊 女人真耍起狠来 男人都得靠边站